10月20日消息 此前多方报道显示 苹果公司将在明年推出配备OLED屏幕的新款iPad Pro平板电脑 不过据台媒Digitime报道 苹果公司将为未来的12.9寸iPad Pro吉尔机型中换用LCD屏幕 OLED等高成本屏幕将用于更高端的iPad Pro产品线 苹果公司当前在售的12.9寸iPad Pro配备了mini LED显示屏 苹果称之为Liquid Retini XDR显示屏 Liquid视网膜XDR屏 号称采用超过1万克mini LED 从而实现100万比1对比度及1600尼特峰值亮度 而11英寸机型则使用了基于传统背光技术的LCD Liquid Retini显示屏 Liquid视网膜屏 官方并未提及该型号的对比度 而峰值亮度为600尼特 台媒认为 苹果当前在12.9英寸iPad Pro中 使用mini LED屏幕的成本较高 若换用OLED屏幕成本也相当高 苹果更愿意在未来为更高端的终极产品线配备OLED 并将12.9寸iPad Pro Air机型换回LCD屏 从而节省更多成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